哎 你们集合怎么来了 我们听了集合哨声 他说全体集合不能违抗 王残不呢 哎 跟他们一块过来呢 哎 这人呢 我不知道啊 全体都有 司令的命令 今天晚上紧急集合 演习集合计划 现在 请各组报人数 报数 哎 这大半夜的搞什么呀 这什么意思啊 脑子有毛病吧 谁说不是呢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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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我们上班了 警察部长 你要去哪儿 晚上吃饭坏肚子了 主持人说 令我的命令不能解散 是 小李 小李 刚刚收到成功案件司令部的信号 警示联络 你赶快去把吴助长叫来 快去 好 你 要拖累了 不过 你 要不到 你 都没有扔阳 要不到 要不到 你 要不到 再弄点 呀 你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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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是 报告司令 你们在干什么 所有执行司令民 警计及号 所有演习 演习 走吧 处长 进步 叔叔打摆子 警医不治 请求亲自看诊 我去请首长过来 告诉对方误为保持联络 五分钟内会话 是 警察 Yap 我 来 林参谎 梁同哥果然你在 你干什么 我去电报室 楚香雪在里面是不是 楚香雪 你别开玩笑了 紧急集合你为什么不去 紧急集合 你为什么不去 梁同哥 你麻烦大了 你假传军令 司令去开会了 我这个参谎长 怎么不知道紧急集合的事呢 别动 你看看怎么回事 黄参谎 参谎长 是梁同哥 楚香雪在里面 楚香雪在里面 你胡说八道 梁同哥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把他给我抓起来 别动 等我去把他打死 让 抓起来 我是参谎长 你们要干什么 梁同哥 我早就看出你除毛不回 有种 你把门打开 门打开啊 你们在干什么 司令到 司令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司令 梁同哥他是共产党 他在给共产党发电报 楚香雪就在里面 他和苏子彤串通一气 紧急集合也是他们 司令 还有 没问你这么多 好 等一下 快 快 通哥 我问你 这是怎么回事 谁在里头 我 不知道 他说瞎话 不知道 他说瞎话 不是 司令 陈司令 自令 我说的没错吧 说 你在我的电报室干什么 在给南京发报 为什么不在你们宪兵团发报 我有权进出司令部的任何部门 这是我的司令部 我不允许你在我的司令部 也无法无天 自令 他根本不是给南京发报 他穿的是我们的军服 他心里有鬼 你拿我的江坊计划板 你给谁发电报 司令 都看到了 他是共产党 他这是限敌于不义 您想想 如果上面知道这电报 是从你这里发出去 后果会怎么样 再说 您的夫人和家人还在万长官手里 如果 你怎么知道我的夫人在万长官哪里 来呀 走 司令 这三个人给我抓下来 是 都抓下 司令 你 司令 你 你 司令 你 你这是通过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谁也不能乱动 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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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这是暴力共挡 你这是暴力共挡 你 司令 人 司令 谁也不乱动 你 需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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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见四六 我要见四六 我 ation возможно 是 我 你 鑼 在 寂靠 的 我 看看 我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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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这 这我不行 大哥 还是让梁东哥来吧 实话跟你说 我早就猜到东哥是共产党 还有那个楚香雪 你不觉得他一直在暗中关照我们 你忘了上次张池来军中查琴 就是他暗中给我们时间 还有这次华物班长的事 事又怎么样 我现在被人将了军动摊不得 要不今天这个事被人知道了 我该怎么办哪 明天万长官要宣布新的作战计划 我该当明天吧 等去红楼开了会再说 嗯 好 你把这个交给梁东哥 让他溢出来 大哥 事到如今 我必须做梁寿准备了 不管怎么样 我要想听听那边怎么说 是 大哥 你做得对 怎么样了 今天可是最后的期限了 还不赶紧起来做事 太阳还没下山呢 睡什么睡 我起来 来 这是怎么回事 是谁让他喝的酒 没有 不是我们给的 那这是哪儿来的 真不是我们给的 可能是 可能是这屋子原来存着的 让他给翻出来了 我们跟他有没什么特殊的关系 凭什么那么关掉他呀 你全是 我好好说说 我让他半滴酒都沾不着 是 是 老东西我告诉你 明天早上我再来 要是再弄不出来 就等着吃枪子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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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都给你肯定了一大步 来 喝 喝 陈长官 这可不关我的事啊 这可不关我的事啊 昨天您刚走 楚他人家找来了 他不让我们报告 也不让我们跟任何人说 陈长官 这可不关我的事啊 我也没有办法呀 不关心 这可不关心 待擇 или 犬 是 你扛 在哪里 好 杨卫主 司令有事不带 这是他吩咐交给你的 好 知道了 你去吧 司令吩咐不许你单独行动 做完工作就在这儿休息吧 搬什么 这儿 你们楚团长吧 应该在家吧 没见他出去 可能 个屁 楚团长 只要把东西拿出来就算没事了 你还当你的团长 不然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看样子 你知道上面的内容了 要这么说来 李曼娥是冤死的 你就能忍 我希望你能明白中国的一句古话 叫大一灭亲 更何况 还有你二妹的仇 你不想报了 可她 可她是我的亲侄 我怎么能相信她是共产党 是不是的 你说了不算 把东西给我 我会判断的 张组长 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就别再追究这事了 明天 明天我就把她找回来 我带她一块回老家 楚团长 你好糊涂 出了这种事 你还回得了家吗 把东西给我 我先走 我先走 这事造的什么铁 造的什么铁啊 把他给我转进去探订 是 组长 那电报上写的什么呀 马上打电话 往里边叫回来 好 你还是接受事实了 我没有不接受事实 我是生气 他不忍 就别怪我不义了 是啊 其实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要不是您拦着 我早就查他了 组长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您打算怎么处置处相学 我还没有想好 先放着他 看可再说 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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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组长 组长 组长 不好啊 组长 楚洋姐她被陈文元给抓起来了 还有梁东哥 林沐云 他们三个人都被陈文元给抓起来了 怎么回事 快说 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从那天那事以后 我们的人都被盯得死死的 哪天 哪天的事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不是 组长 我们也是在尽力地追查王玉玲的消息 事情虽然有了点眉目 但是楚相学那个笨女人 她出了点差错 结果这事弄得给不清不楚的 她咬定王玉玲就是让共党给接走的 非要在司令部里找共党 最后这共党没找出来 倒揪出个白布的林沐云来 你说什么 这事情是弄明白了 可是证人 让林沐云一枪就给毙了 我就跟楚相学商量 不是 怕您太操了啊 就想啊 等我都找到点什么确实证据 再跟您汇报 蠢货 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晚上怎么回事 把事情给我说定住 是 组长 事情是这样的 事情就是这样 林沐云一枪打死那个华物班长 看那样子 她看那女的好像有一腿 那女的长得可丑啊 她就是白 她胖胖的 演得她 门人这些 乱了 全乱了 林沐云就是变色蛇 她思踪白布 李漫娥是她的上司 难怪我们去舞厅 去新亚大卫社 筹断庄 我们每次行动 都有李漫娥在酒局 是林沐云两面送过情报 难怪我们迟迟得不到她的情报 储香雪 因为我怀疑她是共产党 所以把她送到司令部 去跟林沐云斗 想不到现在两人全现实 得到什么了 什么都没有得到 南京丢了 变色蛇变心 美女蛇反咬了我一口 而陈怀远要跑路 她的家人又被白布弄去了 我们怎么向毛线交代 南京回不去 广州啊 就更去不成了 事到如今 我们只能放手一搏 陈正 族长 已经把刑信使收拾好了 您 您要干什么呀 我是给林沐云玉的 她 她不是让陈怀远关起来了吗 笨蛋 陈怀远算什么东西 明天一早 她去万展光那里开会 趁她一离开 想办法把她弄出来 明天一早 你们两个一起去 把林沐云和楚香雪都弄过来 你负责楚香雪 李文负责林沐云 嗯 记住了 林沐云可以翻脸 但楚香雪 不能让她看出问题 就说是 是 回来复命 我们撤住司令部 那 那梁东哥呢 他不是我们的人 不应管他 是 干什么回去 李文呢 他回去跟张组长报告去了 楚小姐我们怎么办 你不是跟他说话回去 那你回去嘛 回去 好 怎么样 一不了 一不出来 不是同一套密码 没有办法 我要休息了 出去吧 大哥 他说他意不出来 意不出来 大哥 他只是为你好 你就要把他和楚香雪好好保护起来 不然 我知道应该怎么弄 梁秘书 通知警卫连 那三个人给我看好 在我回来之前 任何人不能提神 是 另外 司令部的警卫 就交给苏子彤 就说是我的命令 是 是 站住 干什么的 鲜兵团查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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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动 快点好 你们这是干什么 楚小姐 张组长让你回救复命 快点 别动 别动 走今天起 我们撤出司令部 走 走 怎么办 会理事长长打电话 快 什么人 险兵团的 险兵团的都在这里干什么 张组长叫林参谋长过去问话 没有我们司令的命令 谁也不认证 林参谋长 我们张组长有请 别这样大的 快走 快 走 快点 快 等一下 站住 都给我让开我要叫梁秘书 司令有令 这里任务人不可见 司令命令我负责保卫工作 没有要求的事要见梁秘书 让开 苏连长 请别耽误我们 司令有令 任何人不得进去 你再感觉我这有费力行吗 苏连长 梁秘书 你放开我 苏连长 苏连长 我要见梁秘书我一定要进去 放开我 苏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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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秘书我 苏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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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长官 还原老弟可真是准时啊 不对 你来早了 来早了 那你先歇歇吧 官长官 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你看我这里还一大摊子事 等一会儿大家来了 我还要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等会儿完了 会儿完了再聊 我的家人被绑架了 这件事您知道吗 什么 有这种事 我不知道啊 官长官您是一点都不知道 听还原老弟的口气 你不会怀疑这件事 是我做的吧 官长官 在我们夫人和老爷 失踪的那天晚上 您跟林参谋长的通话内容 可以让我们知道吗 我和你们林参谋长谈了什么 你有资格知道吗 官长官 这关系到我的家人生命安危的大事 我总算有资格知道吗 霍言老弟 你刚才说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林参谋长究竟跟你们说了些什么 不过我要劝你啊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最好还是不要胡乱的猜疑 注意影响 注意你的身份 霍言 知道了可以开会了 知道了 好 开会 开完了会再说 这就是我们武汉的房线 武汉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守住林江 按照白长官的安排 如果共军逼近武汉 我们就放弃武汉 退守广西 白长官已经修改了原来的作战计划 新的计划是 从5月10日开始撤退 行军的序列是 第七军先撤 经马陈辉部和陈怀远部 与总部会合撤至广西 三天撤退完毕 接着是马陈辉部撤退 最后是陈怀远的兵团 注意 在撤退的同时 要抢运物资 一挨部队撤完 剩下的所有公司物资 余力的破坏掉 您是往第七军先撤啊 按地理位置应该是我们先撤啊 这不是明摆子吗 你又不是他的敌系部队 第七军才是他的心头肉呢 这样就不错了 还没让咱当去炮灰呢 安静 安静 下面我把行军的路线公布一下 门口 马上我带呀 到了 到了 走 你先回去休息 张组长有事会叫你的 知道 小组 小组 苏 小组 张组 你来不是向她 告诉我是不是向她 向远回去 向远回去 向远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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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报告张警长 楚餐长不吃不喝 什么坏也不说 不用管他 他要是真饿死了 我也省得跟毛先生 做处置申请来 是 他要做处置申请 我 张识 你想干什么 你们两个出去 我有话单独跟张识说 林测墓 都到了这儿了 你还摆什么管架子 你们先出去 来蒙沟手上 不能让任何人靠地 等到动手的时候 我会叫你们来过渡 是 张识 你胆子不行啊 竟然敢跟着你动 林参谋长 绰号变色蛇 在毛先生直属不下 这位置在我之上 我知道 我抓你 是以下犯上 你知道就好 还不赶快送我回司令部 有什么差池 我可不知道该跟毛先生怎么说 你不知道我知道 你不知道我知道 林沐云哪 林沐云 真不配变色河这个绰号 我军的高级将领 军统的秘密特工 摇身一变又成了万荣举同日 监视了陈怀远 拿着我们军统的情报 为陈怀远服务 在我们之前 劫走了陈怀远的家属 你以为你瞒得过我吗 你胡说 你有什么证据 我的证据就是你 得到证据的办法 就是这些刑具 你不认证 陈怀远是夫人之人 即便他怀疑你 也对你动不了手 而我不是陈怀远 怎么了 你害怕吗 我最看不见我们这种人 我告诉你 在军统里 地位高地 并不带着同类的高地 你不过是靠路连的 有连军校 就一路飞黄腾达 走上层路线 就会进军统 当了秘密特工 你会什么 你见过什么 不过是拿着笔杆的那下个人 靠出卖自己的上司 来勃起功名 无耻 我们这些人 才是真正的精英 跟踪丁烧 杀人放火 我们靠的是真刀真枪的杆 是我这些人 在一线出生入死 跟地下党针锋相对 明天暗宪的杆 我身上的伤疤 要比你的军功 让你更大要量 你还让我记忆说下去吗 赵总裁 我 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我也有苦衷啊 我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的大业啊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的大业啊 现在是陈怀远越走越远 南京的势力越来越小 我们是不得不介入白布的力量 考虑考虑我自己的后路啊 我 我 你这个真有想法 不愧是念过书的人 你把这些告诉毛先生 看他会不会承赞你 张组长 别别别 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毛先生知道 要不 我死定了 只要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以后的行动 乖乖的都要听我的指挥 还有 见到我 把你的脑袋搭了下来 好好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我 我一切都听你的 我愿意将公补过 我一件刑具都没用 真是可怜 我们军统的威严 就坏在你们这些人 战手里了 算了 我抓你 好过陈怀远抓你 更好过共党抓你 说吧 你把陈怀远的家属 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只要你老实说出来 我就放了你